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组合是江湖的传说 可见李克勤和周上的搭档 早已经深入人心了 他们的回归为无数的节目粉 圆了一个梦 只是正片中的两人只合唱了一首歌 相信有不少人还是意犹未尽的 不过别急 其实秦深还唱了另外一首歌 只是由于特殊原因被剪到了 主持人林海已经透露 将会以一败一种方式跟观众见面 秦深回归我们的歌消息 之前已经传了一季了 就在大家准备放弃希望之时 李克勤率先在社交平台上面晒照透露 人已经到达上海 还爱他了周深一把 半个月之后 节目组就关心了两人回归的消息 令观众们兴奋不已 而秦深深里确实没有令人失望 一回到节目就贡献了一连串的包袱 引得全场爆笑不断 仿佛去年一捧一斗 相爱相下的时光就回来了 而秦深深既然反场了 重头戏呢 自然就是天衣无缝的合唱了 一首开口跪的富士山下 节目中改成了粤语版的爱情转移 开车是全场最佳 光是开头四句的 就变化了两次组合音程 后面呢更有大量的和声 换成另外一位基本中差一点的歌手呢 估计早就找不到调了 这首歌对于广东地区的观众都不陌生 是陈一逊作品中的经典 也是个大KTV点唱排行 一直都很靠前的一首歌 李克勤呢自然就是得心应手了 本来是粤语语歌嘛 加上他此前在蒙命唱将就唱过 另外呢 周深也是信手的年来 连粤语发音都非常十分的标准 可见他们对于这个舞台都十分的重视了 早已经练习的是滚瓜烂熟了 不愧是秦深深啊 合作还是如此的默契 除了完美就再无别的词可以形容了 不过参加过现场录制的观者都知道啊 其实秦深深不只是唱了 富士山下这么一首歌 还有一首日文歌 突如其来的爱情 是冬季爱情故事的主题曲 原唱的是小田和正 至于这首歌为什么会在第十期这篇中 被删掉呢 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因为节目播出当天呢 是12月的13号 正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攻击日 而在这严肃的日子里面 秦深深唱日文歌的话 或多或少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所以为了保险期间 只能够减去了 就连富士山下这首歌呢 为了避免争议也特意的 改成了粤语版爱情转音 实际上的富士山下和爱情转音 是同一旋律的两首歌 歌词内容呢却完全不同 但是既然突如其来的爱情已经唱了 就不可能不播呀 在12月14号的早上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问起了林海 这首被删的歌还会播吗 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林海老师明确表示 会在盛典播出 算是节目组为后面两期 留下了一个彩蛋吧 所以观众朋友们可以安心了 该听到的不会跑掉 还不用在特殊的日子引起争议 实在是两全其美 虽然林海没有透露 会在半决赛的盛典播出 还是在总决赛上也播 不过个人猜测呢 在总决赛播出的概率会比较的大 一方面呢 是半决赛共有五组歌手竞争 时间可能不是很充裕 另一方面呢 则是秦深深作为第一季的总冠军 如果能够在总决赛上播一首 他们的合唱的话 会有不一样的意义的 也代表着两期节目的传承 也是大家别错过半决赛了 毕竟这个猜测呢 做得不准 万一错过的话 就只能够看回放就可惜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的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